我在當時審判的時候 我以為我宣判了以後 太極門就沒事了 結果沒想到 都一直活在這個 爭取自身的權利裡面 刑事完了以後 又有說法的問題 然後一直累積到現在 已經24年了 不妨把這件事情 當作是上天 教給我們的任務 然後從這個任務中 讓我們可以學習更多的事情 可以學習我們的稅法有什麼不足 哪邊必須要改善 學習我們審判的過程中 有哪些是會對人民的權利保障不周 我們必須來加以檢討 那也學習這個 稅圈機關跟執行署他們的漏規 就譬如說這個前幾天報載有說 連行政執行署他們都有執行獎金 那他們有獎金 為什麼他們要硬著幹呢 因為他們硬著幹就有獎金啊 他們絕對不可能會為老百姓的財產著想嘛 都是要逐漸的改變它 因為我們就是從威權抵制走過來的 那我們必須為了我們自己 也為了他人 逐一打破它改變它 這就是為什麼轉型正義需要存在的原因 希望國家能夠聽到人民的聲音 能夠看到我們所辦的研討會 然後也能夠尊重人民的意見 因為炭奇門這個案件 人民他要的不是 不是一個很超過的權利啊 他只是要一個公正的對待而已啊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也不要灰心喪志 自我鼓勵 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譬如說上天給我們這麼多的苦難 就是要我們為別人爭取一條光明的道路 我到人世進來幹嘛呢 那一個任務就是審判太極門的案件 現在審理完了呢要幹嘛呢 就是要跟大家見面聊天 然後讓大家都有憲法的意識 讓大家能夠更努力的在為這條道路上 大家一起努力 因為畢竟眾志成成嘛 然後也希望大家不要灰心喪志 因為雖然這個81年正在執行中 然後執行的人員也很 也很積極他們很積極的原因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獎金的問題啦 然後不管怎麼樣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好謝謝大家